中文字幕志愿者 宝兰怎么去考虑啊 陆陆跟垂实 但是如果要大 就是打对线的话 其实垂实会更舒服一些 不太坦 双坦 这个还是要 选择了一个 就是双锁头的一个体系嘛 然后女坦跟太坦 互相在下路打对攻 来了 无锡哥 这游戏玩的 要成精了 如果宝兰真的上当 但是主要是现在 没有看到宝兰的一个 而且厄斐刘斯在帮野这件事情 还在蹲 其实安静不知道 现在厄斐刘斯是慢悠悠的上线了 无锡哥还在蹲 这个位置 看一下想要动宝兰 宝兰这边被两个Q连起来之后 宝兰这个位置 自然也不交了 觉得走不掉了 哪有 安静已经在靠过来了 这个小龙不想放 勾到了 这边先勾一个小明 小明这边先开出了W 反手宁 这边也是一拳锤的上来 这边的话先把小明给带走 旁边的话宁王也交出闪现场脱离 小微闪现捆上来 一个Q竟然打死银王 可是自己这个位置也太深了 RNG想接啊 但是UP开得很果断 再看一下这锅 确实UP开得也很果断 在下落看到霞一直没有过来支援 觉得正面是三打二人 多打人少的 是 而且这波Forge后面也不有一点可惜啊 他上来其实R1的那套连招 一面能挂上 不然的话这波感觉 可以多打Android 而且与此同时 Gala也在下路吃到肚层 而这边呼吸哥自己一个人 去骚两个 但是这个位置 宁王其实打下眼睛 一个惩戒就可以把这个先锅打下来 RNG周围已经赶过来了 能不能留得住人 想留人啊 但是这个位置 Q没有能打出鸡飞 而Harry这边也是 利用这个呼吸哥 做了一个跳板 位移走了 而左边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剩在手长啊 上路宁来了 稍微有点想法 这个位置可以锁的 直接选择E过去 W回来 呼吸哥随时可以踩油门走的 但是Harry这个位置 没挡住车啊 甚至呼吸哥直接走出去了 有可能跑到中路来放啊 来看一下中路先锁 Angel Angel这个位置被AE挂上 第一时间没法交闪 但是身上还有一个小影魔刀在 而且RNG下半部 已经来圆兵了 直接劝退UP众人 而Harry也在后面很团队的 把这个先锋放了出来 闪现钩 穷道了铭 铭反手也要上去秒保兰 保兰先被秒掉了 都是闪现的一个Q技能的先手 而且正面 因为阿卡莉之前把这个大招交过了 而且凌王也没大招的 导致这一波 这个团其实完全没能打赢了 在UP这边 反倒是被GALA拿到了 Truple Q 而Doggle也是被Yanギ池 与莫名其妙的这双招就交出来了 他们达的速度太慢了 对于UP来讲 确实是不太好打的 但现在Doggle有个红白刀 这一波红白刀 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呢 宝莱这边想开团 但是不知道该开谁 小薇已经拉开了一个能勾到的位置 那正面的话是五人欧义把这个先锋要拿掉了 成绩也拿下 可能对于UP来讲唯一的好消息是 这一波嘎啦 哪怕有钱也没时间回家出训任了 嗯 就姑且算是个两剑半吧 但这个位置 哎 宝莱一勾勾到墙上赶紧交闪 两边辅助都来了勾勾龙 一边指空了一边勾空了 但是泰塔这个英雄毕竟会勾到墙 对 就这个指空嘛 再大不了我就不上 但是在勾空勾到墙上确实有点难受啊 这呼吸哥已经来到了游门位了 Doggle这边是绿白刀 已经做好了一个打团的准备 但Forge已经被小薇缠上打没了半血 而且挟震还交出来了 阿卡丽没挟震这团可太难打了呀 呼吸哥还处理了一波中线 Angel在下半部还把下半草的一个视野给清掉了 UP的状态有点不太理想了 这手上不太好接 想要锁Angel Angel交闪往后走 正面的话看一下 旁边小鸣给了一个太阳要门想要解围 而且小薇的老鼠盘根也来了 正面 O&Angel放到自己已经是残险 而且后续 宝兰这个位置 职业被嘎啦在人群都完成单杀 而且旁边的凝王也倒了 野斧先倒 后续看一下呼吸哥闪现流人 嘎啦闪现交报告语人加道工 这个UP怎么去处理大龙视野 是的 野区有点进不太去 这宝兰走过去就是挨炸呀 而且还得有人保护恶菲流色吃线 凝王再绕后 但是绕一个侠 真的好绕吗 宝兰带着半血 大踏步往前走 再吃一炮 宝兰已经快没战斗力了呀 RNG其实有猜到UP是想要绕后的 刚刚嘎啦稍微迈一下一个勾上去 勾到了小明给大招给嘎啦 但是宝兰自己很危险 残血还是拉开了距离 3N来了开车没有撞到人 但是宝兰一丝起被3N炸死了 锁锁进去 嘎啦能不能被秒掉 好像有机会能把嘎啦秒掉 嘎啦倒了 而且Harry很能打 而且Doggle一身的轮子 但是后续的话看一下 Harry有这个三段Q 蹲回来一个Angel Doggle闪现闪现 而且在这一身的飞轮把这个的Edge给收掉 但是后续的话小薇在帮忙胡锡哥想把Harry给带走 胡锡哥好肉啊 哦呦胡锡哥 旁边小薇走上来 反倒是被Doggle给带走了 但是胡锡哥确实 一个大滚刀肉在这个Doggle面前 一身的飞轮刮不掉这个胡锡哥的皮 来以后开始往大龙转战 去抢战视野 再来看一下上风团的一个回放 来 先勾 而小明又是顾忌重持 选择闪现QR留宝兰 嗯 UP第一波打得很好 这个时候你往锁上 然后后续的话二段表里上聊乱过去 是带着一丝血强行进来切这个霞 也是成功的把霞给切掉了 配合着 厄斐刘斯一生的飞轮以及Harry的这个攻势 但是画面一转回来RNG要把大龙给抓掉了 这一波你看Gala回去做第三剑 把自己的巨杀先做出来 而Harry是先打头正在这个地方站住上 先杀小明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 因为小明是没闪的 你很肉 嗯 主要是没留到啊 Q3没蹬回来 Harry也没死 也许是 一直在后面给压力啊 Doggo都不敢往前输出 毕竟有那么大个3在旁边 Doggo这边是一个篮子刀 打他还不错 但是吃一只一炮 直接轰到了AD跟这个打野位 宝兰又是一个勾上去 这枚太阳要把偷了 而且后续的话 胡锡克来掏屁股了 Doggo一个轻微眼睛 只打到了后排的两个人 而旁边的话看一下Forge要切Gala Forge自己自己一个人能切死Gala吗 切死了 Harry跟Forge一起完成Gala的一个介入 可问题是自家的队友都已经死伤殆尽 四五个人都开始往下路集结了 银王想了想发现事情不对 撤退了 算了算了 可是Forge移上去了 刚好正面敢走不如敢抢 Forge只亲了一波兵人快亲没了 将R2端R想走被狂风跟上 Gala大仇得爆 Forge一倒正面UP更打不了了 五个人打RNG选择抱团去推进UP的下路 UP也难以亲线呀 只能把下路放掉了 看看RNG要不要尝试去把门牙再推一下 还是说推两路 他搞不好想一波 想一波 他RNG这个动作确实是想一波的 觉得没有阿卡丽的情况下 确实没有人能够威胁到Gala 更别说还有土龙魂 Harry硬扛了一波 想要清这个线 还是两个远程兵 这边一个倒钩 倒钩后面的宁王正愿意勾勾的是呼吸格 呼吸格完全无所谓 自己一个人扛着梅雅塔 硬拆 后面的第二波兵线来了 而这个时候过去 倒钩大了 还没能够复活出来 这边Harry想上一个Q3 倒过来两个前排 宁王去锁索Gala 锁完了之后后续宝兰锁 锁得给的是Angel 灵王军被融化掉了 野斧一起倒 呼吸格这边闲死还生 但是霍局复活了 霍局没大招啊 没大招的阿卡丽怎么作战呢 后续的话 RNG这边还要打满血的Gala 这边在A Harry Harry 被迫交了自己的一个急跑 一闪指到了 高狗 高狗有进化 狂风拉回了泉水里面 但是大招已经捆住了正面的阿卡丽 而且Harry这边正在跟Gala残斗 最后也没有能打赢 Gala活到了最后 霍局这边交了一个R 这个金声啊 但是没有太多的用处 但是多够远处 倒是一发腹枪 收掉了这边的小明 可是这把比赛 在最后呼吸格的车技炫耀之中 告终 我们恭喜RNG 恭喜RNG ~! 3 3